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Gary老师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 道状句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道状句 道状句呢 就是把句子的位于动词的一部分 或者是位于动词的全部 放在主语前面 那么位于动词的一部分 也就是主动词或者是请代动词 放在主语前面 然后呢加主语这叫位于动词 这叫部分道状 位于动词的全部 放在主语前面这叫完全道状 那么我们也认识了这些道状句 像这个叫部分道状 这个呢是正状 这个呢是完全道状 这个呢是正状 这个呢是部分道状 这个也是部分道状 部分道状呢一个特点 就是主语插在两个动词之间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道状的五种用法 五种 我们今天接着讲第六种 就是当句子的直级英语 位于 位于动词的前面的时候 句子用完全道状 直级英语 间接英语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专门讲了直级英语 间接英语 所谓的直级英语就是什么呢 有引化的 你直接引说 别人讲的原话 所以直级英语 放在这个句子的位于动词前面 像这种用法在那个小说里面 是非常多的 非常常见的 像这个句子 very well said the French student 那个法国的学生说 很好 所以把他说的话先摆在前面 然后再说说 然后再说主语 the Frenchman 这是完全道状 就是宾语 位于主语 我们通常是主、位、宾结构 它是宾、位、竹 完全道过来了 那么这个句子 bring me two eggs and a cup of tea, please sa he 也是跟前面这个句子一样的 也说话内容先出现 然后呢是说 再加某人 就是完全把主卫兵倒过来了 第七类道状 是部分道状 那么这种部分道状呢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道状 所以这个要特别记住 这个是特别重要 我们在写作里面正常用的道状句 通常就是这一种 用具有否定意义的副词 never no little hardly not only few 说明说一下 这个few啊 是几乎没有的意思 它具有否定意义 跟a few不同 有人把few 和a few 经常混用 实际上这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是具有否定意义的词 是几乎没有 甚至就说它是没有的意思 那么a few呢 是1.2 这两个词呢 通常都是修设可数名词的服输的 比如这样 few box a few box few box 几乎没有书 a few books 是有几本书 好像是少数的几本书 那么 具有否定意义的副词 比如讲 前面这些 再加上not seldom under no circumstances on no account 它如果放在句子开头 这些词如果放在句子开头 主句采用部分道状 一定要说主句 重句是不道状的 比如little did he say at the meeting 他在会上几乎没说什么 那么这个具有否定意义的副词 little放在前面了 这个句子如果不到状 要说成 he said little at the meeting 如果不到状的话 要说成he said little at the meeting 那么把little放在前面强调 他少 说的很少 几乎没有 一句话没说 或者是哼了一下 或者是别人问他 他说了个yes或者no之类的 反正他几乎没说 强调这个little 像这个强调hardly 几乎没有 部分道状 也是部分的 诸动词加诸语加未语动词 诸语卡在两个动词之间 都是部分道状 hardly had I got into the room when it began to rain 或者是no sooner had I got in the room then it began to rain 意思就是说刚刚怎么就怎么 就是说hardly win no sooner than 这是搭配 这是一种搭配 意思就是刚刚怎么就怎么了 不要把hardly跟win的搭配 错误的背成了hardly跟then搭配 或者no sooner跟win搭配 这个是常见的一种错误 不要犯这种错误 其实很好记 no sooner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节 比较节后面当然用then了 是不是 不会错的 那么这种具有否定义的副词 放在前面倒装了 这个有个no 也是否定义的词 如果不倒装 这个句子要说什么 I had hardly got into the room 不倒装是这样来说的 像这个句子 I had no sooner got into the room then it began to rain no sooner else Can you find such a beautiful place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 都不会找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个句子 no where else 就是no where else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 这个具有否定意义的 表示地点的副词 放在句手 句子倒装了 请太动词放在主语前面去了 主语卡在两个动词之间 never shall I forget the day when I join the army 我永远忘不了 我参军的那一天 那么 最余否定义的副词 放在前面 所以 它就是一个部分倒装的句子 如果不倒装 正装 这个句子要说成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I join the army 像这种句子 不倒装 就是一种平铺之序的句子 像这种呢 就是非常强调的 强调 永生永世 永远不会往这个概念 第八点 就是only为举手修诗 副词 修诗副词 或者副词段 或者是装一种句子 采取部分道章 你看 only then 就是only加副词 only修诗副词了 only in this way only修诗剑词段语 剑词段语 only when the war was over in 1918 only修诗一个 装语重句 这叫时间装语重句 所以呢 这些它都叫倒装因子 正是因为它们句子才倒装的 像前面的这些东西 属于否定意义的副词 也是倒装因子 就是部分倒装的因子 记住 因为它们才有部分倒装 部分倒装 就是足语卡在两个动词之间 only then did he realize his mistake 只是在那时 它才意识到它的错误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learn English well 只有用这种方式 我们才能把英文学好 only when the war was over in 1918 was he able to get back to his work happily 只是在战争于1918年 结束的时候 他才得以愉快地返回到他的工作岗位 那么 倒装 你看看 重句是不倒装的 这是一个重句 只有主句成的倒装 重句的标志是廉词 所以它是重句 不倒装 倒装在主 发生在主句上面 要注意 如果有倒装 一定是发生在主句上面 不会发生在重句上面的 第九点 not only but also 不单而且 不尽而且 这样的一个关联词 连接两个病例句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倒装 前面的这个倒装 就是连接两个病例句 你要记住 他如果不是连接两个病例句 连接了两个病例成分 病例主语 或者是病例卫语什么的 诶 没办法 那个不倒装的 连接两个句子 你看 前面这个句子 not only can he speak english 后面这个句子 he can also speak russian 一定是两个句子 那前面这个句子倒装 为什么倒装 not only is folding not不是 folding 部分倒装 记住 主语 卡在两个动词之间 not only was everything taken away from him but his German citizenship was deprived by the government 不仅仅他 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 就连他的德国的公民权 也被政府剥夺了 这里说的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曾经就是这样的 那么 这里面有一个注意的 如果only后面的词组 不是壮语 不需要到壮 像这个only lily knows 这个only呢 它是修饰的句子的主语 lily的专言名词 它不是修饰的专言 你看这个 这是在讲的这个only这个事情 only它修饰的副词 或者介绍专言 或者专言重语 句子才倒装 only如果修饰名词 或者代词什么呢 修饰句子主语 不倒装的 注意 第十点 在虚拟极构中 条件重极的位于动词 如果有where have 或者shoulds 可以把if省掉 将这些词移到主语前面去 这个呢 在虚拟语词里面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里呢 正好呢 把它集中在一起 再归纳一下 像这个句子里面 条件句当中有where 所以把if省掉 where提醒就可以了 where are you I will go abroad 像这个虚拟语语的条件句当中 you had 所以把if省掉 把hat掉前面去 变成了 had you work hard you will have passed the exam 要是你 努力学 当初努力学的话 你本来考试就过了 说这话的呢 意思就在于 那个 对象 其实听着 说话人 所说 对他讲话的那个人啊 就是你 当初没有好好工作 你呢 考试没过 所以我在说你呢 如果你当初好好学 你当初本来考试会过的 这是与 过去事实相反的 所以你去 条件句用had done 主居的位语用 would have done 里面一个had 所以符合这个 省区if 把hat掉在前面的这个条件 这个句子里面呢 就是 与将来事实 可能相反的一种 虚拟语题当中 会用到的 它里面一个should 所以把if神 要should掉前面去 道庄 should he come i will tell him the news 要是他来的话呢 我就告诉了这个消息 那么 第十一 这个as 表示虽然这个意思的时候 引导让步状语重 就是他这种道庄 这种道庄呢 是表语或者状语提前 如果没有表语 没有状语 那行为动词提前 行为动词的位置上 用注重词 像这个你看 proud as they are they are afraid to see me 虽然他们很自大 但是他们却不敢见我 那么 这个里面呢 表语proud掉到前面去了 though也是可以的 就是though they are proud 也可以说成proud though they are although不行 用although是不能倒庄的 though是可以的 像这样倒吧 表语掉到在前面 跟as一样 或许有人问 为什么用as 表示虽然讲 他要倒庄呢 是因为 如果不到过来 这个as很可能表示 因为呀 或者是正如什么什么 表示这样的意思的 倒过来一扭曲 这个句子 这个就容易看得出来 他这个倒庄 这是倒庄的一个标志 就是as标志 虽然你要倒过来说 就是把这个表语 或者是状语 或者是行为动词提前的 这个是规定 否则他意思不对了 意思就不对了 再看这个句子 child as he is he seems to know everything 就是尽管他这个孩子 他似乎什么都懂 那么这个句子呢 如果不到庄的话呢 要说什么 although he is a child 所以倒过来这个 不定管是 而省掉了 although he is a child 或者是 though he is a child 是这样子的 震过来的话 震过来不能用as 比如说as he is a child 那as he is a child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孩子了 那这个逻辑不对了 因为他这个孩子 所以他看起来什么都懂 因为他是孩子 他什么都懂 这个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恰恰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假如说因为他这个教授 所以他什么都懂 那这个才有因果关系 对不对 见多识广 孩子小孩子 他懂很多 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 所以用让步嘛 就能用as表示让步 要倒装的 再看这个 hard as he worked he made a little progress 进入了他非常努力 但是他进步很小 那么如果不到装的话 用though 或者although he worked hard 像这个句子里面 是没有表语 没有这个副词的 所以怎么办呢 行为动词掉前面来 就是try as he did he failed eventually 尽管他努力的 他最终失败 或者是try though he did 那么不到装呢 就是although he though he tried sorry 如果不到装 就是though he tried 或者although he tried 那么在后面写出来了 如果不到装这样说 用了as了 那必须倒过来 必须倒过来这样说 第12点 用在表示 祝愿的句子里面 may you succeed 这样的倒装 前面举过这样的例子 long live Canada 加拿大万岁 祝你成功等等的 这一类倒装 这个我多说一句 may you succeed 表示祝愿的 看起来像个问句 它是不是 只是说的时候 may you succeed 说的时候带有一种 祝愿的语气在里面 如果你不用这个 感染好 你后面用个问号 那就问句了 may you succeed 那是问句 表示怀疑 你会成功吗 那这个说的语气是不同的 may you succeed may you succeed 语气不同 表示的意思不同 那么第13点 so that such that 这种倒装 就是so后面加形容词 再加复词的时候 放在句子开头 然后呢 句子的这个 要进行倒装的 这个that的重句 重句容易不倒装的 such也是这样 such后面加名词 然后呢 它后面再加主位倒装 such加名词 放在句子开头 重句不倒装 看例子吧 so happy was he that he drank a lot of wine 像这种 so happy掉到前面去了 所以这个主句 was he倒装了 重句不倒装 那么这个句子 如果不倒装 正常是这样说的 he was so happy that he drank a lot of wine 那么第二个例子 so hard did he work that he was finally admitted to UBC 其实他学的是 如此之用功 以至于他最终 被UBC录取了 不倒装的话 就是 he worked so hard that he finally admitted he was finally admitted to UBC he was finally admitted by UBC 都是对的 像这个用such开头 such a nice girl is he is he that everybody likes her she is such a nice girl that everybody likes her 很多人就回后面的这个 这种句子 前面的不是太会的 学了这个以后就会了 学了这个会了以后呢 特别是在讲话的时候呢 别人一听 哇 这个句子也会 这种也会 而且用得很正确 强调的意思也表达出来了 挺好 那么我们 倒装句终于学完了 我们来巩固一下 像第一个句子呢 具有否定意义的 副词放在前面 所以呢 它有部分倒装 这个句子如果不倒装的话 这个句子应该说成什么呢 I didn't realize how much time I had wasted until I began to work 这个句子是这样的 那人和呢 倒装的话 要把not until一起掉在前面去的 不是说只把ntil掉在前面 那么像这个呢 是only加介绍短语 放在句子 句子倒装 部分倒装 这个句子呢 就是重复前面的那个 什么什么 也不如此 if you don't go either shall I 你要是不去 我也不去 那么这个里面呢 因为它做一个 条件句开头 后面的主句 如果不说 如果不用这种表达的话 这个句子应该是 if you don't go i will not go either i will not go either 后面是一个将来词 shall 实际上跟 i shall 就是i will 在这里 也是表示将来的 这是一个主将重现句 主将重现句 有人说 这前面不是don't 不是do吗 后面为什么不用do啊 neither do i啊 那么要根据这个主句 本来的意思的 这个主句本来就是将来一般是什么 主将重现嘛 所以是 neither shall i 或者是neither will i 这里面没有will i 如果有也是对的 no sooner had i got to the station then the train left 我刚刚到车站 火车就开走了 我刚刚到车站 火车就开走了 没赶得上 那么这里面呢 no sooner是具有否定义的 一个副词 放在句子了 所以句子倒装 后面呢这个重句是由then引导的 所以no sooner跟then搭配啊 这个倒装是部分倒装 had i got had i 主语这个i 卡在这个两个动词之间嘛 这是主语 两个动词 动词我们画一横 主语画两横啊 那么下面 your father is very strict with you so he is he never lets off a single mistake of ours 你爸爸是对你们很严啊 这个人说 是啊 他确实是 所以确实是 不倒装 这是个例外 就用so 加主语 加主动词 就是你表示赞同的嘛 表示他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你如果说 另外一个人也是如此 那么用so 加主动词 加主语 倒过来了 现在你重复前面那个人说的话 你同意他的话 所以用这种 不倒装 记住 he never lets off a single mistake of ours 意思是 他从来不放过我们的 一定点错误 那么这个句子呢 是虚拟器 虚拟器 if 调进句 调进句当中 if 生了 因为他有一个word 如果 不到装 这个句子应该是 if he were to leave today he will get there by Sunday 那么 这个句子当中 因为他调进句当中 还有一个word 如果有had 或者是should的话 也是这样倒装的 就是把if 生了 把那个词 放在前面 就是把那个word 或者should 或者had 掉前面去 就可以了 像这个呢 是具有否定意义的 父子放在句子了 所以他部分倒装 两个动词 足以卡中间 那么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heard or seen such a thing 我一辈子当中 常来也没见过 或者是听过 听过或者见过 这么一件事 第八题 I like football I don't like volleyball 然后呢 so it is with me 这种呢 前面两个句子 一个是肯定 一个是否定 这个位语动作 是复杂的一种情况 所以另外一个人 也是如此 只能用 so it is with something 这种情况 第九题 I wonder if your wife will go to the ball if your wife does so will mine 这个句子意思是 我不知道 你妻子是否会去参加party 这个不好是养子party的意思 如果你妻子去 我妻子也去 那么 if your wife does so will mine 这也是一个 主将重现句 条件句用 一般现在是主句用 一般将来是 主将重现 记住 最后一题 so excited did he seem that he couldn't say a word 他是如此之兴奋 以至于呢 他看起来如此之兴奋 以至于他 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么这个句子是 so 加 形容词 开头 然后呢 这个句子用了一个部分 倒桩 后面呢 重句 重句不到桩 部分倒桩是 两个动词 中间一个作语 这样子 so much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have a good day bye bye by bwd6